早上請問鄭醫師 我們經常聽三高和心血管問題 其實中醫的角度 有沒有什麼是三高和心血管問題 三膏指的是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 這三個都是指標 其實不是中醫病名 中醫治療都是相關的 我們經常聽到三膏和心血問題都是上了年紀的朋友 會否因為現在生活壓力大 飲食不均衡 再加上運動不足夠的時候 情況會年輕化 這些都可能會導致三膏和心血管病提前發生 如果真的患上這些疾病 會導致什麼後果 最嚴重的是中風 中風也是其中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但除了中風 高血壓都可能引起頭暈頭痛 還有其他病例如心臟病 中醫角度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預防三膏和心血管疾病 我們平時都要注意三小和三多 三小即是食飲、小鹽、小油、小糖 三多即是食多些蔬果、宿量多些運動和充足的休息 Jason 我知道你之前患過中風 可否跟我們說一下當中的經過是怎樣發生的 當晚我發生事的時候 我會感覺到頭開始痛 身體狀況就很不舒服 開始那個眼睛就斬不到 嘴巴開始不受控制 左邊臉就開始沒有感覺 那一刻我就會覺得我自己會不會是中風 之後就立刻去醫院了 立刻去治療了 我第一時間通知我媽媽 給了一顆救命丸給我吃 那就是中醫所謂的救命丸 因為當時的心跳 我自己都感覺到很快地加速 正醫師剛剛提到救命丸 我很有興趣知道究竟是甚麼 其實我現在市面上提到的救命丸 應該就是安公國學院 安公國學院其實是一條股坊 從它出現到現在已經有200多年歷史 這個藥最主要是用於清熱解毒 症經開啟 用於熱病高熱昏脈 都是用於治療的重塵 中風昏脈 或者是之前跟遲的疫情 剛才說了症經開啟 這是中醫的一個治療方法 在這裡簡單就是指中風或昏脈 我爸爸媽媽是上一年多的 我們都會擔心他們會不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自己都會在這方面的資訊 會比自己吸收多些 如果是爸爸媽媽或者一個是中風的話 我們怎樣可以去處理他們 誰不知處理的情況大概是我自己 你當時準備救命丸的時候 可能因為爸爸媽媽有事 誰不知自己吃了才吃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身體上有什麼不舒服 記得第一時間徵傷醫生 和相關專業人士的意見 還有記得要留言、讚好和分享 以及訂閱北京同仁堂的頻道 包括Youtube、Facebook和WeChat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